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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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們會聊到他小時候 那我很同情 就很可能 就是那麼小時候不要學兵 被人家欺負 又住在親戚的家 又讓人家看不起他 我聽得蠻心疼的 又最感恩的就是說 他雖然看不起他 可是他依然會回去找他們 這個是我很敬佩的一件事情 等就快 對 各位好 歡迎來到大愛回客室 為您推薦的好戲 阿爸說的話 我們今天看到林福全跟裕貞 兩個人即將要迎接幸福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是用什麼方式去互相了解對方 邀請到本尊來跟我們分享 首先來歡迎的是林福全師兄 主持人好 全球大愛觀眾大家好 歡迎裕貞師姐 主持人大家好 我們提到了 其實一南一北對不對 說實在的要真的能夠 非常的了解對方 還是要殷勤一點啦 用一些方法 大部分還是用寫信的方式 還完全有寫信 對不對 什麼樣子的特質會互相的吸引 先說說您心目中的裕貞師姐 給您的第一印象 覺得這個女孩子 可以再多聊一下的印象是什麼 即使我那個時候 媽媽已經有守定目標了 那我自己也輕鬆了一下 我可以坦白講我輕鬆一下 因為媽媽既然肯定 尤其是在隔壁 那已經肯定有這樣的醫院 那我回來當然我一看 只要這個女孩子看起來 也真的是也蠻順眼的 那另外一面也確實 她是有這樣的手藝 當然不是說要她以後開這個行業 只是說她能跟她姐姐一起 在這個高雄市也是從鄉下來的 能這樣撐著這樣的過日子 我相信她也可以 以後即使有那個機會 跟著我應該可以吃這些苦 我們有一段 第一次來找你出去走一走的時候 這個穿的可能跟你 其他認識的人不太一樣 那時候怎麼會覺得說 從什麼樣的角度去認識 這位年輕人 我看到她穿這樣子 蠻實在的 不會特意去打扮她自己 我覺得這個人還不錯 第一的印象 就是後來聽 大家假如說在試探我 我才知道其實我不會看重穿著 其實我發現她是一個很實在的人 然後我小時候我的夢想 我想我未來的另外一半 我一定就是跟我一樣就很實際 很實在 然後就是一步一腳印 一定要很肯做 就是孝順父母親的 兄弟姐妹 就因為我們 我在我們家雖然是老姚 可是我對父母親兄弟姐妹 真的非常的OK 但是當然姐姐的看法可能會不一樣 姐姐有沒有非常非常的去催促說 真的希望你可以想清楚 多多認識 然後對於我們的這個福泉師兄 有一些些的考驗 會不會 會 因為依我的那時候的條件 就很多人在追 說以你可以選擇比較好的 因為有 就那時候就是美容宴 總是有一些客人會來起頭髮 就會講一些 算是有一點負面的 那我姐姐就很擔心 萬一交久了以後 成為一家人的話怎麼辦 因為生怕我婆婆 就是跟這個有問題這樣子 那時候我就回答她說 因為我本身 應該不至於會有什麼摩擦 那時候我很肯定 我很相信 就這樣 所以我剛剛感覺到這個師姐 在談到可能要促成交往 甚至是婚姻的這一段 會有一點點回憶往事對不對 師姐會有沒有什麼感觸 要跟我們分享 那時候我們會聊到她 小時候 那我很同情 就很可憐 就是那麼小時候 賣黑兵 被人家欺負 又住在親戚的家 又讓人家看不起她 我聽得滿心疼的 那時候我就 這個可嬌也 反正她就是 從小時候開始就是 這個背景長大的 應該是很棒的一個人 有經過這麼大風大浪 要是 又最感恩的就是說 她雖然看不起她 可是她依然會回去找她們 這個是我很敬佩的一件事情 等很快 對 她依然會去找她們 這個是我要學醒的 對 就像爸爸說的 就是做人要懂感恩 也許人家給你的一些磨難挫折 其實是磨裂角力 我們靜思瑜也有這樣子講 對不對 做人家幫忙看看 新開運轉服就來 給大家玩個真心話老實說 其實這個剛才都已經有先講過了 我問一個就好了 來 這個當年師兄向師姐求婚的地點在哪兒 這個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師兄寫我請師姐回答 師姐不可以看 好啦 基本上我們都是一個非常非常 一定不會忘記的嘛 在哪 在哪跟您求婚 在愛河 愛河邊對不對 在高雄就是一定是愛河邊嘛 來 我們請師兄 呈現一下當時候您跟他怎麼說 其實我一直 書信來往一直跟他表白 我的工作 你說壓力也好 時間性很緊 一直在這樣有意無意 讓他很清楚 所以當也感覺到已經都可成熟了 那時候 尤其又是父母親 也真的是 也逼得很緊 那那時候我想 時間也到我公司 也那時候執照也是出來 對 已經出來 那也見過他們父母親 所以那時候 很想 也 媽媽一直也要我給他答案 那那時候就請他出來 就看他有沒有意願 能跟我離開 跑到那麼遠的書號 並且可能要過往後的工地的生活 對 這一方面是要他首肯 請問你有在他講完 馬上點頭答應嗎 沒有 有沒有環了 還有什麼做不好的地方 真的他是很單純 我肯定他沒有離開過台南以上的北部 對 真的完全沒有 所以要猶豫一下下對不對 對 會有一些擔心 擔心 難面 來到那麼遠的地方 但是雖然沒有一開始就點頭 但是心裡已經有幾成的篤定 應該是會成的機率大吧 應該是 他不錯嘛 就是裡面 但是我心裡 因為我的個性屬於不是說 我想要交往的話就有想要看 結婚的打算 對 對 尤其是在那個時候的這個社會風氣裡面 基本上交往都是以結婚為前提的居度 對 比較少說我可能交往看看再考慮看看 基本上很少很少 只是您擔憂只是說 一旦樓去台灣不會去台灣 其實會有一點擔心 然後顧慮到爸爸媽媽還有姐姐 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感情深厚 互相了解 要牽手走一輩子的話 其實很多的困難都可以去克服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下一集當中 會看到兩位真的是結尾連禮 所以一結婚之後呢 非常用心在工作上的福泉師兄 還是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的放下工作 我們的玉珍師姐呢 是完全是挺她的支持她的 兩個夫妻呢 要怎麼樣來展開他們新的人生 請大家明天繼續收看我們的大愛劇場 阿爸共而為 感恩兩位今天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